今年的大年三十,全国各地都有访民组团到北京,准备给温家宝等人拜年表达诉求,不过大多数人还没有摸到中南海的边,就被解访人员抓走。 李奎春是50多名组团去北京给温家宝拜年的福建访民之一。 他费尽半辈子血汗,自建的一座750平方米的三层楼乡村别墅,100平米的素食店,在当地政府强拆中成为了瓦砾。 他的鼻鼓被打成粉碎骨折,家人也被打伤。 李奎春虽然到了天安门广场,但没能如愿以偿地见到温家宝。 广场上盘查的警察一看到他的福建身份证,就把他带到公安分局,准备遣返。 然而,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2月报道,温家宝在湖南湘潭农民的座谈会后,深情地表示, 中南海的大门是永远面向广大群众敞开的。温家宝成为访民们拜年和诉求的对象。 今年上海有一百多名访民进京团拜。 访民王志华说,自己就是相信了温家宝这句话,才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和请愿书前往中南海。 他们家的住房05年遭到强拆,至今没得到安置。 结果,王志华被关进北京黑监狱待了20多个小时。 那么温家宝说了,这个中南海的大门永远为老百姓敞开嘛,我现在去了,去了,现在变成了牢狱子灾了。 我说,我终于在怀疑这个温住民讲的话,是不是在忽悠全国老百姓,大家都得住牢。 全国各地不乏像李奎春、王志华这样的访民,由于生活困难,无处深渊,过年对他们来说如同过关一样。 要想上京讨公道,却发现那里并不是告状的地方,还可能连人身自由也失去了。 另外,访民们苦中缩乐举办的访民春晚也不是和谐社会所允许的声音。 去年访民春晚的主持人冯永济被劳叫两年,摄影鸾真阳失去音信,山东岭仪的韩红布也被劳叫。 虽然如此,今年访民们还是冒着被公安抓捕和驱逐的危险,在露天或歌厅里表演节目,录制成视频,在网络播放。 他们表示,央视春晚的作作、装扮,除了帮中共当局涂纸抹粉,他所表现的内容更多是假的。 访民春晚里的眼泪却是真实的眼泪,他们表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故事。 新唐人记者唐锐、上燕、肖宇彩虹报道。